男生听到最破防的一句话一定是 你是一个好人 很显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被女生拒绝了 黄教主也对此也颇有感触 被说成只是一个好人的人生太悲哀了 黄晓明和杨颖果然还是抵不过流言蜚语 不爱了也就离婚了 留下小海绵双方共同抚养 恋爱五年结婚六年 整整十一年的感情就这么说散就散了 确实十分的可惜 结婚谁 他们看彼此的眼睛有星星 自然是相爱无比 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这句话正好可以形容黄晓明和杨颖 十年前杨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模特 遇到有名气爱她的黄晓明 她即使在爱情中卑微也不愿放弃 但在十年后的今天 杨颖蜕变为四小花蛋之一 片酬八千万的一线明星 就连曾经对她大吼大叫的黄晓明 也沦为讨好她的地步 还记得黄晓明说过 自己是大男子主义的性格 身价翻倍的杨颖一定让她喘不过气 但黄晓明的大男主主义 和正常的大男子主义还不太一样 一般大男子主义都希望自己在外面闯荡打拼 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老婆孩子幸福快乐就行 不愿意自己的老婆有自己独立的事业 但黄晓明还是好面子 不愿老婆单纯是在娱乐圈打酱油 说出去面子王哪哥 有求于她的大女人 需要资源 需要名气 也是在证明她在娱乐圈的势能啊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就是霸总黄晓明没有清醒认识到杨颖小白兔外表下 那生生不息的野心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 早就在娱乐圈12年之久的黄晓明不可能看不出来 杨颖那闯荡娱乐圈的野心 恰好黄晓明也正欣赏这份野心 只不过黄晓明犯了大男子主义姿势甚高的错 以为能控制住这份野心的走向 在这十年之中 杨颖从来不甘愿做黄晓明背后的小女人 而黄晓明喜欢的就是杨颖身上那种不服输的镜头 所以现在杨颖之所以对黄晓明爱搭不理 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心 让黄晓明感受一下当年自己的经历 而这一切都是拜黄晓明所赐 直到baby坦白真心话 我是利用了你 黄晓明情绪失控 我真的太悲哀了 用自嘲的方式告别从前 黄教主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把杨颖捧到高处 自己反倒掉下一线 自愿人气因为油腻事件一落千丈 这也是黄晓明自己想不到的 但是黄晓明很擅长在逆境中向上生长 不服输的性格也造就了一个不妥协的他 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一向很认真 终于有一些好的角色找上他时 他也会牢牢抓住 不至于走向堕落 在离婚后养颖的资源和名气 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 希望他们的离婚不要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吧 也希望他们好聚好散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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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